Ideal Ramalai 阿淑一齊看片 開箱 看這支最新落成的項目 收樓的標準及設施到底如何 好多香港人買了 你應不應該考慮 看了連帶決定 Ideal Ramalai 阿淑坐落在Rama 舊大道上 距離地鐵站Rama 只是兩三分鐘的步驟 留意沿途是有一條私家路才入到項目 所以是一個非常旺中大靜的項目 在入口就有幾個view 亦有shop的位置 正門就有一間大廈的71 之前是Selfcary 即將就會變成一間大廈的71 你說交到幾方面呢 沿著這條跨了河的小橋 或私家路 就會到Ideal Ramalai 大廈的入口 所以四圍的環境都屬於安靜 項目是以曼谷最流行的所謂Generation C 亦都是年輕一代 他們有能力 有錢 但亦都願意花錢 但就說生活享受 Work-Life-Balance 所以項目本身都有很多遊樂設施 地下這層 你見到有籃球架 有跑步境 全部都好像是公園一樣 很有換味 那你進去大堂的部份 這裡是大堂的一部份 就是你見到剛剛左手邊的就是那個Jurastic Office 那沿途都有很多Grafitti的設計 那這些Grafitti的設計 都是發展商特意請了一位知名的設計師 為這個大廈設計的 那亦都有現在必須有的速遞房 遊樂室 那你見到一些co-working space 本身都有充滿超大Grafitti 好有青春氣色 設計盤也都好 有全是這個projector 各樣各樣的 那在這裏新一代呢 Work from home也好 Work from cafe也好 自己做自己的創意生意也好 都是非常有feel的 那這項目都是這個項目的賣點來的 Ideo Ramalli ASO 那我們現在就在頂層的Facility 4 那大家見到啦 所有的桌子都有著Ramalli Ideo Ramalli ASO的招牌Grafitti 這個是這個項目的標誌來的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Panama View 各位觀眾 Ramalli Ramalli OK 我想在這個鏡頭裏面 大家很清楚看到Ramalli最出名的大廈 G Tower 未來新的舊的Super Tower 會變成新的CP Group的建築物 Ashton 屬Ramalli 很多香港人的家裏Ramalli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見到Makassan Project 而未來的Makassan Project將會是曼谷高鐵的分炸 亦都會在這裏有全新的Super Tower 就是CP Tower的總部 125層高架 已經通知了 那你想不想了解一下這裏的景觀更多 我們一齊看 拍攝現場就是頂樓的Gym Room 在Gym Room下就是天台泳池 天台泳池向著正面這個方向 其實就是向著西面的 我們計劃過去就見到我們幾支大廈 Live Ramalli Live Hub Ea Sok Ashton Ramalli 舊樓的Ideo Mobi 當然還有前面一個項目 高層單位景觀就真的很開樣 還有見到我們的G Tower 好 沿著泳池這個方向 亦都是我現在鏡頭聽過的方向 就是曼谷的東面 其實Gym Room都幾大 分了左右兩邊 我主要就拍攝這邊給你們看 好 那G Tower下面你見到有兩塊地 隔了出來的那塊地 就是未來的Super Tower 九湖Super Tower位置 跟著夜市 跟著Yulilever Yulilever旁邊的那塊地 就是Liu Ramalli 跟著在我們正前面這一支 就是One Night Five 一路向著東 一路向過去 其實在這裡做Gym 景觀都是很開揚的 如果我們鏡頭再輕遠一點 我們就見到橙色線的位置 首先告訴大家 Ideo Ramalli的門牌是八一八 就是全支大廈都是發一發的 好 看看這一隻織 亦都是泰國人當地最喜歡的那隻織 就是廚房和露台在廳內的 這個是屬於31平方的one-bedroom 其實廚房都幾件洗的 送的就是廚櫃、露頭等等 電器就不包 你看到的Lose Furniture桌椅也不包 好了 房裡面都是屬於市井的 基本房間 基本的三邊落床 這個項目就送了是衣櫃的 衣櫃都setup 表演得不錯 這裡省很多錢的 這個衣櫃的表演其實間隔都不錯的 擺衣 擺什麼都擺得多 有櫃桶 不錯的 好了 這個one-bedroom 當然就是一間房 廳方面 由電視到梳化的距離都夠深 梳化也都不在門的後面 其餘的裝飾品就自己設計 我覺得是less is small 看看收樓標準 我索性用間最大的房間 90平方 900多隻的單位給大家欣賞一下 這個是兩房兩次加storeroom的大單位 景觀是最美的景觀之一 一個L-shape的開放式廚房 廚櫃 老頭 儲物的吊櫃 雪櫃上面的吊櫃 這些全部都是表演包了的 帶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corner unit 即是90平方這一隻 景觀是怎樣 我們現在是低層的 高層的單位有機會著寶給大家看 雖然是低層 因為它是corner 雖然看出去 都好像很多大廈 但你看到是有一條河引水入屋 我相信大家明白什麼意思 如果高層高於這宅大廈 又只見到河 景觀就非常開揚 所以高層的兩房單位是值錢的 亦都是這個區比較稀少的大單位 露台亦都是廳的正中間 這個都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其實Overall IPA Run Mariah屬這個項目 質量都是過得去以上的 價錢方面呢 現在我們萬工萬六一二三 就拿到聯達發展商的一些優惠 部分單位呢 我們是給一個 都幾不錯的價錢 無論你是喜歡二十六平方 三十一平方 三十四平方 以至到好像這個的九十平方 甚至你喜歡一些的複式單位 其實我們都可以為你去選擇 甚至為你去現場代理看樓的 那不如聯絡我們萬工賣樓一二三 了解更多的項目呢